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走过到遇到好多大火车 你看前面的那些事情 特别好 哪有这样子呀 这样子 明明看到我们跑得飞快 它硬要拦在那里 这就是山林星接下来了 还在吊 还在吊 应该是刚刚掉下来的 才掉的 对对对 是不是要倒下来了 有点斜 那个还在吊 哇 今天就不敢过来了 我们从西上出来 很久就没有走过这样子的盘山路了 今天下雨天走这个国道 又要走这个鸡肠子一般的药山路 你看看上面 上面 就是这种路了 又回来了 要走这样子 慢一点 开赛车样子 一转弯一甩 一转弯一甩 屁股就甩到另外一个道上去 甩到这边道 听到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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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的东西全部倒了 不是我们在40的速度 爬坡整块了 好危险的 半斤在后面怎么没叫 把什么甩下来了 应该没甩下来 那个碗子 对 慢点 因为这是下坡 还是雨路 怕杀不住 杀到杀得住 觉得是怕那些 有那些凹不平的东西 一直下雨 截图了 给我截图了 好 停在路边 把这个饰品上船了 刚刚冒雨去买了一堆水果 16块 还挺多 香蕉 还有这个沙当菊 路边的便宜 我在放哪 放脚下面 放背后这里可以吗 可以 拿个橘子来吃 橘子是吧 拿个橘子吃 嗯 好 吃着爹着走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各旧室了 但是还没有到市区中心里面 我们现在找一个停车位 现在已经晚上六点半了 二公里处 新坏路有发的运行是非常缓慢 对我们今天虽然只走了一百多公里 但是感觉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要停下来歇脚了 不然走到晚上天黑走夜路 就有不安全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世界 好 谢谢 你 谢谢